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道歉 从小我们都有跟他人道歉过的经验 无论是对亲人朋友同事丧失 还是自己的伴侣 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状况 就是说了道歉之后 对方不接受就算了 反而还更生气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那你一定要收听今天的内容 我会说 我会和你分享 避免提优救火的三个道歉的心法 还有呢 在道歉的过程里 有哪些地雷是绝对不要踩的 我们先说一个案例哦 我有个学员 有一次因为工作应酬太晚回家 和老婆发生了争执 他说他已经向老婆道歉了 但老婆气没消就算了 还大吵一架 冷战了好几天 我就问他 那你是怎么道歉的呢 他说 他一回到家 老婆就气扑扑地对他吼 还知道回家都几点了 我的学员他自知理亏嘛 他就马上跟老婆说 啊 抱歉抱歉 我真的也是想要提早回家 但是客户实在太热情了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 我不好意思抛下同事先走啊 老婆听了以后就说 客户热情就不离开 那如果客户要你跟他喝到早上 那你也陪他喝到早上哦 学员就接着回 好啦 对不起啦 你不要生气了啊 我下次真的就不会了吗 下次 还有下次 你怎么不干脆今天就喝挂在外面算了 他听老婆这样说 内心的感受马上从愧疚变委屈 再从委屈变愤怒 当场就和老婆吵了起来 学员跟我分享完和老婆的对话之后 叹了一口气 就问我 老师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老婆沟通 你看我都已经道歉了 他怎么还要那么生气 还讲这么难听的话呢 听完学员的故事之后 我很为他感觉心疼 和他互动的过程里 我感受得到 他真心的想要和老婆道歉 但是老婆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真心并没有被接收到 而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道歉 光靠真心诚意 很多时候是不够的 一个好的道歉 必须做到三件事情 我称它为道歉的三心法 分别是 承认错误 承担情绪 和承诺改变 先来看第一个 承认错误 从字面上来看 这非常好理解 就是直接针对 你的行为做道歉 而且最重要的 即便这个错误 不完全是由你造成 切记哦 千万不要找任何理由 因为呢 在一个生气的人眼中 所有的解释 听起来都是在找理由 这会让对方觉得 你不是真心在道歉 这也是很多人 道歉的时候 所犯的大忌讳 国际知名的 非暴力沟通专家 马歇尔卢森堡博士 他曾经说过 在一个生气的人面前 永远不要说 不过 可是 但是 明白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回头 看开头的例子 当我这位学员 他的太太 气他太晚回家 他是怎么回应的 他说 抱歉啦 我真的也很想提早回家 但客户太热情了 酒瓶 一瓶接折一瓶开 我不好意思 抛下同事先走 想想看哦 如果你是他太太 听完这样的道歉之后 有什么感觉 你听到的重点 会放在抱歉这两个字 还是但是 那个但 后面的那两句话呢 你会不会觉得 对方把自己晚回家的错 分摊到 或者是推到客户和同事的身上呢 这就是我的学员 在道歉的时候 他踩的第一个地雷 所以呢 比较适当的说法应该是 对不起 我太晚回家了 然后停在这里 不要接但是 可是 不要有任何解释的意图 直接针对你的行为道歉 这第一步 这样子就够了 再来 第二个关键的心法 承接情绪 承接情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千万不要否定对方的情绪 翻译成白坏文就是 不要叫对方 不要生气 这道理很简单哦 换位思考一下 当你今天很生气 结果惹你生气的罪魁祸首 在你面前 对着你说不要生气 或者是说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听到什么感觉 心里是不是觉得 不是啊 今天你做错事 还叫我不要生气 那为什么 不是要你不要做错这件事呢 所以你发现了吗 不要生气这四个字 像是一桶油 直接往对方的怒火上浇啊 这也是我学生 在道歉的时候 踩到的第二个地雷 再来 承接情绪的第二个重点 是我们要认识到 愤怒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它背后藏着其他的情绪 比如说 担心 害怕 羞愧 无助 没有安全感等等的 所以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说法哦 叫做是 愤怒是二次情绪 是由其他情绪所引起的 这些引起愤怒的情绪 就称为一次情绪 或原始情绪 而愤怒的出现 就是要掩盖或隐藏 这些情绪 比如说 同学的成绩考差了 你把头凑过去 看他考了几分 他很生气的说 看屁啊 这个同学的生气 就是二次情绪 而引发生气的原始情绪 就是考试考察 所带来的挫折感和难过 再比如说 男生用IG看正妹的照片 女朋友知道了 很生气 女朋友的生气 是二次情绪 而引发生气的原始情绪 是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嫉妒吗 所以你看 明明一个人 他是难过 是挫折的 是没有安全感的 但表现出来的 可能是生气 愤怒这个情绪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哦 当我们对愤怒 有比较深的认识之后 我们就能够明白 在承接对方的情绪的时候 除了不要否认 对方的愤怒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你能不能觉察到 引发愤怒的原始情绪 并且把它们说出来 比如说 当男生滑IG 看其他女生的照片 这时候女朋友生气了 承接原始情绪的 道歉方法应该是 对不起 我看其他女生的照片 让你没有安全感 再比如说 开头应酬晚回家的案例 承接原始情绪的道歉 应该是 对不起 我这么晚回家 让你担心了 在道歉的时候 如果能够找到 引发对方生气的 原始情绪 把它说出来 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都能够减少 对方的怒气 最后 第三个道歉心法 叫做承诺改变 承接完对方的情绪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让对方知道 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好让同样的错误 不会再发生 比如说 你承诺的改变 必须是真的能够做到的 千万不要说那种太极端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比如说 我从今以后都不去应酬了 或者是我从今往后 都不看手机了 像这种承诺 除非你真的做得到 不然只是在消耗 对方对你的信任 再来呢 承诺最好能够说明细节 不要只是说 我下次不会了 你要让对方知道 你具体会怎么做 好让错误不要再发生 或者是至少降低 发生的几率 这才会让对方觉得 你有认真的在反思跟检讨 而不是只丢一句话 来敷衍我 顺着这样的逻辑 回到开头的案例 我的学员 他可以这样子 跟他的老婆承诺他的改变 他可以说 短时间之内 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不去任何应酬 但我可以承诺你 尽可能减少应酬的次数 同时也跟你承诺 如果有晚回家的可能 我一定会事先传讯息 或打电话跟你报备 让你放心 如果手机没有电 我也会和同事 借手机传讯息给你 让你随时都能够联络得上我 像这样的说法 既给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也照顾到老婆担心的情绪 这是不是比 我下次不会了 这样的一句话 更让人相信 更有确定感呢 最后呢 帮你总结一下 正确道歉的三个关键心法 承认错误 承接情绪 跟承诺改变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问 如果做到这三件事情 对方还是没有消气 不愿意原谅我 那要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哦 我想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 道歉最重要的是承担责任 为自己的行为跟过错负责 而对方短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消气或原谅 也是我们要承担的代价 不需要反过头 抱怨或者是质疑对方 为什么道了歉 还要继续生气 道歉啊 它不是个手段 道歉本身就是目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对你有所启发跟帮助 其实呢 要能够把道歉做好 除了技巧的运用之外 也很考验我们本身 自尊的稳定度 我们不会因为一次道歉 就会认为自己输了 或太过自责觉得自己不如人 这需要你对自己有深刻的理解 这也是起点文化 所有课程很重要的核心 无论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 是不会承担对方的情绪 还是无法承诺做出改变 我都很鼓励你到我们的官网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让我们陪你走一段路 长出面对的勇气 相关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加入我们学习的行列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